文明 這就是聖母大教堂 跟法國巴黎差不多 這個教堂的所有的一磚一瓦都是從霸國運過來的 在這邊蓋起來的 建築年代也是大概是1880年代的 所以現在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這個教堂也是有在用 所以禮拜六、禮拜天都有在做那個禮拜 這也是一個外南人結婚的職場 算一個好景點 這個匯豐銀行以前是你的舊建築物嗎? 對 那是什麼時候帶回來 1950年代匯豐銀行進入越南 所以匯豐銀行是越南第一個進來投資的外商銀行 那目前這企業中博也有翻新過新的總組 那這個設計師就是八個玩了太費爾鐵塔的設計師 同一個人 1886開始建 1891年玩起來 那這個到從開始建好之後的功用 就一直是郵局的功用 到現在你都可以從這邊進民進去回台灣 喔 那兩年嘛齁 那個BUU BUU那個郵局的郵的字 那0DIEN就是電 所以他們的郵局是郵電局 只要跟郵電相關的都是在這邊 那那地方是從那一年就進來嗎 那�bels回事那裡有時候也有改過 也有來改過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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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